故事五分招 有一年圣诞节 老奶奶决定用面团加入姜粉捏成一个姜饼人 她用蓝色的蓝莓酱画眉毛 用白色的巧克力做眼睛 用红色的草莓酱画嘴巴 用纸色葡萄酱当成钮扣 再穿上一件衣服 最后放进烤箱烤 当姜饼人烤好以后 烤箱门一打开 姜饼人突然跳了出来 喊着 厨房好热啊 我要去外面 跑啊跑啊 我是姜饼人 老奶奶吓了一跳 她紧追着姜饼人 同时喊着 我最好吃的姜饼人回来啊 别跑啊 姜饼人跑得很快 边跑边笑着说 我就是要跑 而且我跑得很快 你抓不到我 我是姜饼人 姜饼人跑到院子 遇到了老爷爷 老奶奶向老爷爷叫着 抓住他 不要让姜饼人跑走了 老爷爷赶紧追上去 但是姜饼人实在是跑得太快了 老爷爷跑得很喘很喘 但还是没追到 姜饼人跑进农场 遇到一只乳牛 乳牛说 好香的饼干啊 是可爱的小人形状 一定很好吃 姜饼人骄傲的回答 你这只笨牛 我刚从家里逃出来 没人捉得到我 我是跑最快的姜饼人 哼哼哼哼 捕牛听了很生气的 追起姜饼人 但是姜饼人跑得更快 我就是要跑 而且我跑得很快 你抓不到我 我是姜饼人 哼哼哼哼 姜饼人实在是跑得太快了 老奶奶 老爷爷 乳牛 都抓不到 跑着跑着 在路上遇到一只猪 猪一看到姜饼人就说 快点啊 猪哦 我要把你吃掉 姜饼人回答 那你就试看看啊 胖胖又张张的小猪 有本事来抓我啊 我就是要跑 而且我跑得很快 你抓不到我 因为我是姜饼人 哼哼哼哼哼 泡着泡着 马也看到了姜饼人 马说 这姜饼人看起来 是个美味的点心 停下来别跑 我要把你吃掉 姜饼人回答 刚才老奶奶老爷爷 还有那只牛 和猪都追不到我 你也别做梦了 我就是要跑 而且我跑得很快 你抓不到我 因为我是姜饼人 呵呵呵呵 最后姜饼人来到了河边 但姜饼人身体是用饼干做的 碰到水就会融化 于是他大声喊 谁能帮助我过河 这时一只狐狸从草丛里 看出头来说 姜饼人 你可以爬到我的背上 我可以带你过河 保证他们追不到你哦 姜饼人 姜饼人很高兴的骑在狐狸背上 但是就在到达对岸前 狐狸露出了真面目 把姜饼人抛在空中 张开嘴巴 一口把他给吞了 就这样 自以为聪明又敏捷的姜饼人 还是不小心被狡猾的狐狸给吃掉了 想听更多故事吗 记得订阅我们并打开小铃铛哦